在討論美流已經有條件解禁的 剛剛的新聞之前 我們來看台灣一個好消息 就是台灣的網球女生好手 謝淑威 她剛剛得到馬來西亞公開賽的冠軍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記錄 我們來看VCR 台灣的謝淑威 她是第一名WTA的冠軍 她是第一名英俊 在馬來西亞公開賽 台灣網球女將謝淑威 在馬來西亞公開賽 抱回個人生涯首作WTA冠軍 成為台灣網球史上第二位 在WTA單打聲扣的台灣選手 她就拿了6-2 還在表現少許的記錄 謝淑威 一場入總獎金22萬美元的WTA馬來西亞公開賽 決賽對上大會第五種子 克羅埃西亞馬蒂奇 雖然謝淑威以2比6輸掉第一盤 不過馬蒂奇接連兩場球賽體力透支 謝淑威掉小球讓對手跑到抽筋 一度申請商庭 第二盤以7比5扳回 而馬蒂奇第三盤宣布棄賽 謝淑威演出黑馬大驚奇 拿下生涯第一座WTA單打冠軍 進賬3.7萬美元 早在08年奧網公開賽 謝淑威單打進入第四輪 對決當時的球後海寧 雖然吞下敗仗帶已經打破台灣選手 在大滿冠賽事的最佳成績 紀言度謝淑威再度打出精采表現 二人參加巴達亞公開賽 從會外賽晉級到四強 再加上馬來西亞公開賽奪得冠軍 也讓他有280分職業積分進賬 積分標高不但獲得 一元奧運夢的機會 世界排名更從第123名 竄生至第78名 創下個人生涯新高 更是前100名米將內 參加大賽次數最少的選手 堪稱比賽效率一流 好 那麼再跟大家報告 剛剛的新聞 行政院與安全容許牛豬分離 強制標示排除內臟 為政策考量方向 那麼行政院發言人楊永明 就新聞局長今天說 行政院根據專家會議做出結論後 在重視國民健康 尊重專業的基礎上提出 安全容許牛豬分離 強制標示排除內臟 16次的政策方向 對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有條件解禁 而這樣的有條件解禁 並不包括豬肉 也不包含萊克多巴胺以外的瘦肉精 行政院將會配合立法的修法 強化與委員的溝通 楊永明說 行政院依據近三週來三次跨部會 技術吃詢小組專家會議的結論 那麼在現有的文獻 沒有查到消費者使用中毒的個案報告 也就是說沒有科學證據使用飼料添加 萊克多巴胺後的肉品對人體有害 所以今天做著這樣的政策 那什麼時候發這個新聞稿呢 對不起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請大家看這是 因為我時間也來不及 所以這個字很小 沒有時間把它放大 這是中央社我看到 這是今天晚上10點11分 有記不記得嗎 梁芳 為什麼不這個正正式式開個記者會 跟百姓說明 因為見不得人 我告訴你這是標準的突襲 照理說這麼重大的事情 尤其這件事 台灣有八成以上的民意是反對的 你要開放 你應該總統親自主持記者會 因為這件事情是總統的會 應該總統出來開記者會 跟大家說清楚 他剛才說馬英九引述 任務馬英九那句話 我只要把它改一個 讓大家聽聽看有沒有道理 他說現在是沒有證據證明 人類食用添加萊克多巴胺的肉品之後 對人體有害 我把它有改成無 這句話通不通 對 也沒有科學證明它是無害啊 因為沒有研究 結果他現在幫你努力 這句話他幫你努力 說那沒問題 他說專家會議 對 專家會議沒有做成這種結論 頭到陳委員讓我們看 他在16日 請問安全容許的標準是什麼 Codex開會了嗎 7月才開會你急什麼 對啊 那你的安全容許的標準 專家會議 三次專家會議 有告訴我們安全容許的標準 是一天500公斤那個標準嗎 那個標準已經第三次已經被推翻了 現在重點是說 為什麼急成這樣 所以弘宇 裡面也有不能戳的秘密 我是期待 真的期待有另外一個理會人 也拍一部紀錄片告訴人 有什麼不能戳的秘密在裡面 有必要急成這樣嗎 晚上才找黨團去開會 可能十點多會還沒開 國民黨的立委也沒同意 對啊 他現在有 弘宇 我現在等著看 除了我們對民進黨 反對黨有期待以外 我等著看國民黨的立委 正前提案的那些立委 明天我看你們怎麼講 還有我再講一次 你們那些代表弱勢的國民黨不分區域 立委 王玉敏 楊玉欣這兩個人 你們明天講不講話 你如果明天還不講話 行政委已經決定了 你還不講話 那我會認為 你照顧弱勢根本是在騙人 你只是想要當官而已 是 王玉你注意裡面這個門 它是有條件解禁 牛豬分離 他現在是要對那三個搜尾那裡 是在給人民說 沒有啦 牛跟豬分開啦 我們怎麼不說豬的 所以你不用來啦 我們現在是只有牛而已而已啦 他這個叫什麼 一樣又在騙你 拖延 因為你們豬爐三個搜尾要來 我告訴你 現在豬肉沒有 我們只有牛肉而已而已 所以你來注意他的變化 他的國安會開始開兩次而已而已 他問到國民黨的另外就是要付錢 你說的 向他你說的就是要付錢 現在國民黨的委員 你覺得撞手嗎 他也要看 他說你我說很好啊 三個搜尾不是只有這隻豬爐而已而已 民進黨 你要標題啊 你是要走出來嗎 你要號召所有的一隻 你要來對抗這個嗎 你這兩萬人要怎麼走動 跟國民黨那樣反對 國民黨委員要怎麼走動這件事 敢不敢來倒閣 如果這個行政 你一定要安心內閣 背景都不安心 你敢不敢 你動作做出來讓我看一眼 如果如果這樣過去了 馬英雄還有什麼東西不過去 你給他想看看 這很觸悅 你要看這個標題 人民依然不滿意嘛 對不對 民調嘛 八成五 立法院我相信會買單 美國也高興了 總統還是有 總統本來就有立場 來拜託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是第三次專家會議的結論 大家再看一次 目前為止查到的文獻 尚未查到關於人類使用 這個表農工 瘦肉精最近人體無害 所以新聞局局長 這個是很明顯的說謊 馬總統同樣的情況也是這樣 立法院大概2月開議所做的 超委協商的一個結論是怎麼講 他是說立法院還沒有完成修法之前 行政院短期內不能用行政命令 開放美國含瘦肉精的牛肉進口 這是立法院的決議 所以我要提醒馬政府 這是立法院共同的決議 這是不分黨派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大家一層做的這個決議是這樣 你行政院如果要佔經 任何他們的這個決議 我可以很清楚跟行政院黨報告 這個是要面臨倒閣的風險 我個人 假如說行政院沒有一個很合理的說明 你在國安會議 禮拜天開完兩次國安會議 總統是不是總統下令 這個假如沒有說明清楚 我不排除說聯合幾位 我們關心我們台灣人民健康的 這些委員發動倒閣 到立法院來說明清楚 這是立法院通過的決議 怎麼85成85%的人 反對美國含瘦肉精的牛肉進口 竟然可以違反民意 違反立法院的一個決議 這個是開人民的玩笑嗎 今天給聯合環報 美牛公坊立法院開打平時燃尾反彈 撫院黨都出手 要想 撫院黨都出手 今天晚上就是發新聞告了 速度這麼快 徐老師 這是賞立法院一個巴掌 不過立法院是反對的 對啊 立法院有決議 說我沒立法之前你不能開放 今天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要用行政命令開放 開放含瘦肉精的美牛 什麼牛豬分離 記不記得那時候陸生要來的時候 也說好多限制 現在說什麼 這些限制都不利於陸生招生 要檢討 我跟你保證 牛豬分離不到一年 牛豬都全部可以 含瘦精可以進來 你豬農如果這樣就被騙 這個政府很好處理 立法院決議賞他一個耳光 立法院的這些 國民黨立委叫來摸摸頭 我真的很想看明天羅淑磊 張家俊 對不對 楊麗華 楊麗華 鄭魯分 鄭魯分 黃昭順 還有連署的那十位 這些國民黨立委 這些親民黨立委 你們開表態 你們接不接受這個什麼 馬英九這個決議 這個決議沒有什麼 武院協商也沒有 就他自己做的決定 行政命令就這樣下 所以我覺得這是賞立法院耳光 剛才委員講倒閣 很多人講說這是藍綠 不是藍綠 立法院你做了這些決議以後 行政命令還這樣處理你 立法院以後還有什麼開會 當立法委員有什麼用 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是上次立法院朝野協商的這個決議 朝野協商決議說 這個立法院各黨團承諾 以最優先法案來處理這個案子 唯一的共識 另外行政院要依修正後的食品衛生管理法後 依法行政 換句話說要先修法 行政院才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當時誰簽名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洪馳簽名 國民黨黨代表吳一生也簽名 結果這張現在變成廢紙啊 今天還沒有修法 行政院態度已經出來了 行政院就是要開放 我跟大家講 所以有條件開放 那有條件那上次根本是廢話 美國牛肉社會金 只有開放跟不開放 有條件開放 那個是給國民黨立委下台接用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講說國民黨黨團 你根本經不起考驗 現在國民黨的黨團 如果說馬英九的態度已經表明了 我就看明天國民黨團的立委的表現 大家不要只說民進黨 其實國民黨的立委表現也很重要 因為這個案子是不分藍綠 攸關人民健康 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不用說那麼多 馬英九已經要把我們押了 要把我們押了 我認為現在是民進黨 人家就開兩次國安會議 民進黨要趕快開個緊急會議 因應看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看到民意 我認為民意最重要 已經要押了 已經押了 押了 押了 有條件開放 再來就是豬跟什麼 擠壓 全部開放 擋不住 牛開放豬一定擋不住 有條件開放 有條件開放